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咱们今天啊,讲讲这个拼多多六万人砍价这个事呢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不是我们都被骗了 这个呢,我们前面录了一期视频了啊,也挺多人看的 这个至少在我自己这儿的这个播放的还不错 但是呢,今天啊,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条评论 然后我看完了以后呢,突然一机灵 哎,我感觉是不是,哎,我们都被骗了 这个事是不是拼多多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事情 啊,这个呢,咱们来去猜测一下啊,阴谋论一下 啊,虽然我不太喜欢阴谋论 但是呢,这个事呢,真的是很怪 啊,首先有人问我说这个,问了我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我这个评论里头问了我一个问题 啊,他说以后这个,再有别的主播来干这个事怎么办啊 啊,这个又有一堆主播来这个,这个刷这个评论啊 刷这个啊,呃,砍一刀 或者刷这个啊,拼多多的各种活动 那拼多多不是亏死了吗 是吧,后来呢,我就在吓得回 我说啊,不亏 这个,每一个活跃啊 这个今天的活跃呢,值个几块钱 比如五块钱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甚至更多啊 因为它是个电商平台,你只要活跃了以后,你就有机会买东西 啊,所以每一个活跃呢,值个五块钱往上没毛病 然后这个谁呢,这个砍价的这个家伙呢 给号称是给他带来了六万个砍价啊 但实际上可能,呃,就算他一万个吧 这个拼多多是几千个啊,咱就算是一万个 那么一万个每个值五块钱的话 他实际上就是五万块钱到手 对于拼多多来说,那你说钱哪去了 咱我没花这笔钱,也没见着那笔钱啊 哎,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 不干这件事啊,这个这一万人不来 啊,你就需要花五万块钱去买这一万个用户 啊,或者去激活他 啊,那么现在他来了 哎,这笔五万块钱就省下来了 所以拼多多实际上已经挣到了五万 然后再给人家一部几千块钱的手机 这太划算了 这件事,对吧 然后我就想,不对啊,这个拼多多 这要去做多多视频的人啊 对吧,这就是他的方向 他就该干这件事 而不是说这个,我应该跟你慢慢打这个官司 对吧,我应该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应该把自己变得这个 啊,这个完全的这个 把这个信誉完全毁掉 不该干这个事,我该干的事是什么 就是,我弄完了 然后我把手机给你了 然后这个,大家就来 然后以后谁想买手机 谁就来开直播就好了嘛 对吧,以后直播间都不需要这个什么了 不需要是这个主播自己去买手机 请大家来砍一刀 我可以开一个直播间干嘛呢 哎,拼多多今天砍iPhone了啊 这个,请这个什么 这个谁想要iPhone 对吧,我们这个直播间 比如分到了三个机会 啊,谁想要iPhone 然后咱们一起来帮他砍 啊,咱们砍够了啊 或者说分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指标 咱们把它砍够了 这个,咱就这个搞定啊 然后这个大家,他得到了一部iPhone 然后呢,我们直播间里三万人啊 再加上你们的亲朋好友六万人 哎,咱们帮他去一人砍一刀 然后给拼多多贡献六万个日活 啊,这个事其实是划算的 对于拼多多来说怎么算都划算 啊,这个就是甚至说,哎,我们以后 而对于直播间来说也划算 对吧,我这个直播间能聚起人来 然后我就真的是,这个啊 帮一位这个粉丝来这个实现他的愿望 他想用一块钱 或者用九毛九去这个买一只iPhone 那我们就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呗 对吧,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以后 这个,这个就挺好的 甚至还有些人说,哎,差个几块钱 差几块钱,我给你补了,不对吧 或者大家给他补一补 对吧,这,这,这就是一个很棒的 对于直播间来说,对于主播来说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 对吧,你有一个给这个大家送 你就相当于做有奖抽了赢啊 抽奖了嘛 对吧,这个做这个,那很划算啊 这是一个对所有,对主播来说 对观众来说,对拼多多来说 都是一个划算的事情 哎,所以我后来就想 咱们是不是被拼多多玩了 对吧,拼多多是不是就是自编自导 自演的这么个事 因为最后这个哥们拿到手机了呀 哎,那你说这个拼多多是不是就是 我不想给你手机 我就想骗人呢 其实没必要 因为这个事是空间是很大的 你真的聚集几万个人 坐在这来干这件事呢 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事情 对吧,那么拼多多说 哎,你们就到这个 比如说,抖音平台上去直播一场 对吧,直播一场 然后凑够 比如说,我就跟你说明白了 凑够三千个赞 我三千个一刀 我就给你手机了 对吧,还是凑够这个一万个亿刀 这个砍一刀 我就给你手机了 那咱就公开透明了 干就吧,完事了呗 我就不需要去给你搞那个欺诈 搞这个小说点后六位 然后搞这个什么永远 趋近永远达不到的这种 这种曲线 咱就不用玩这事 咱就老老实实干就完了 这个事对于整个直播行业 对于各种洗粉 各种什么都挺划算的 对吧 像以前还有一个模式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每个人交一块钱 比如一万个人 每个人交一块钱 然后抽一个人 去得到iPhone 以前还有这种玩法 那这个玩法后来玩不下去了 是为什么 因为它缺乏工心力 对吧 你不知道最后谁得到iPhone了 那么现在咱在直播间里头 大家一起来说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咱就让他来得到这个iPhone 这个新玩法 这个老玩法就又复活了 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玩法 对吧 这个拼头多我们就算好了 说这个大家活跃进来 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可以能够 这个每一个流量 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对吧 你就把这个账算清楚 不就完事了吗 拼头多最擅长就干这件事 对吧 他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那么便宜 你说我就是假的 那假的 我刚才都做不出那么便宜来 他就是想的很清楚 就是我把流量获取的费用 直接打到这个客单价里去 那我请你 请人帮我来砍一刀了 砍完了以后 我获得的是什么 拼头多获得的叫流量 对吧 你没砍一刀 比如少少两块钱 那拼头多就认为 这一刀值两块钱 那个人进到我的拼头多APP里来了 来了以后呢 他就有一定几率买点别的 对吧 或者说他就跟你一块买了 或者成团了 他跟你一块买了 那这个事都是划算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拼拼 叫多多视频 就是拼头多以后 自己要做的这个东西呢 就别干别的 咱就奔这条路来 对吧 大家就一块来坐在这砍 然后以后大家谁在拼多多录 这个现场直播 咱就说 咱们今天啊 卖比如说这个茶叶也好 卖什么也好 这个我就卖一天 然后卖到最晚上了 说咱们这个累了吧 咱们来砍一刀 砍什么呢 咱砍iPhone 对吧 那你这可能直播间的人气也够了 这个你就相当于直播间 说我买流量吧 我用这个 比如一个iPhone 应该是这个一万块钱 假设是这样 我用三千块钱 然后呢 我就买这iPhone了 相当于你向拼多多交了三千 然后剩下的也七千块钱哪来 剩下七千块钱 就是拼多多得到的流量 对吧 他觉得这事也划算了 他比如他得到了价值两万块钱的流量 然后呢 他把这七千块钱补贴给这个直播间 还不挺好的吗 对吧 你只要把这个账算清楚 把这个数学的公式搞明白 而且这个事呢 正好是拼多多最擅长的事 他就可以干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就让大家直播看一刀 让大家直播这个就是一起买东西 一人交一块钱 然后最后我们抽一个 谁中了就是他了 然后拼多多负责发货 负责搞后边售后 什么都归你 对吧 像以前那个他们在海外也玩这种 就是忘了一个玩法叫什么 就是玩每个人这个 应该要重包买 买手机还是重包什么东西 就搞这么个事 就是大家一起来花钱 花完钱以后呢 就有可能是你 对吧 他们当时做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 我现在就发起一个 一起来买iPhone的一个活动 一人交两块钱 这两块钱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就基本上啥也不是 相当于买张彩票似的 交完了以后 我就直接在亚马逊下单啊 这就是甭管谁中了 我抽完了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啊 你中了啊 你的地址是什么 你把这个地址给我 然后我就在亚马逊上下一单 然后把单子买完了以后 把这个手机给你寄去 剩下的事我都不管 全是亚马逊的事 对吧 就是以前就有人专门干这个事 很挣钱的啊 但是后来这个就是啊 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定的这个博 博彩的这个性质啊 这个大家就就会 反正有些国家是会有限制 后来还有一些呢 就是啊 就纯欺诈了 就是最后中奖的全是他自己啊 那最后就不行了 这个事就变成欺诈了 就会被各种处罚 在国外是不允许的 国内的话也是这样 就是你越是把这个叫什么东西 你给他摆在明面上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都直播 然后都在直播间里说话 都在聊天了 对吧 那你就这个就可以干这个事啊 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啊 挺好玩的事情 我们就算好了 比如说哎 这个人啊 你就算是这个人天天活跃 他就是一个拼多多的活跃用户 对吧 你说你说我为什么还要再买他一次 他可能今儿他就没来 对吧 那你今天又让他来一次 这个事其实挺好的 对于拼多多来说 这都是钱 这都是钱 咱们呢 往后看啊 这个到底拼多多是想怎么干啊 但是他也有可能说 这个咱们猜错了 这个阴谋论这种事了 这个猜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咱们到底看看 到底是不是猜错了 我个人其实并没有 不是这么喜欢阴谋论 为什么呢 就是影响一个事物前进方向的事情 实在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是吧 有可能是这个 各种 这个 这个一些很小的细节 就会改变那个事情的结果 所以你说我今天就 布置点这个 布置点那个 然后这个 这个怎么一盘大旗 或者那个 那个怎么 这个神来之笔 这个事儿其实太难 对吧 这个有很多 最后成功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很多很多年潜移默化 然后这个不定哪条就成功了 然后最后你说 你看我厉害吧 这个我前两天看那个叫沙丘 沙丘里头 那个叫什么贝尼杰斯里特姐妹会 他们的这个成功方式是什么 就是四处去散播各种预言 然后大家记住了这些预言以后呢 不定哪条就成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他们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厉害 把他这个东西才是 就是阴谋论是这么玩的 但是像这种的就是 不一定啊 就是有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性是能说的 但是呢 即使不是说这次是啊 叫谁呢 这个拼多多玩的这个阴谋论啊 不是不是他设计好的 这个事儿呢 应该是可以给他足够大的启示啊 给他指出一条名路来说 咱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做 而且呢 拼多多是有这个叫砍一刀的这种传统 也有很多拼多多的玩家呢 愿意玩下去 是吧 砍一刀之所以到现在虽然臭街 虽然有很多人在骂这个事儿 但是依然在往下玩 说明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的 所以呢 大家在拼多多里头做这个 现场直播砍一刀这件事儿 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而且拼多多非常非常擅长的 就是算公事 到底挣了多少钱 亏了多少钱 把所有的成本都加进去运算 这个事儿是拼多多 要比京东擅长的多的事儿 这个前面讲 那个拼多多把这个流量成本 摊入到这个啊 产品价格里这个事儿是谁跟我讲的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也不是拼多多跟我讲 是京东跟我讲的 为什么 是京东跟拼多多打仗的过程中 就打不过拼多多 说京东的要求是每一单必须要盈利 对吧 这个这个前面还有还有亚马逊 对吧 就是京东可以把亚马逊干掉 为什么呢 京东可以要求我整体亏损 然后呢 这个我包括物流我都可以亏损 然后呢 我只要是能够占领市场就可以了 亚马逊要求的是我整体必须盈利 对吧 你必须是从从上到下 最后一定的把这钱挣回来 这是亚马逊的要求 所以他在中国他打不过情绪 但是京东跟拼多多之间比较 他就又不行了 因为拼多多本那个账算的更细 他呢 可以要求任何一单生意是赔钱的 但是呢 他说我这个最后大账是挣的 对吧 我是这个这个流量费 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各种费用加下来 然后这个是挣的就行了 然后至于说你到底是花一块钱买了一只锅呀 还是花五块钱买了条裤子呀 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无所谓了 这个事对于拼多多来说挺好的 我反正是用户落着实惠了 对吧 这个他花了比较少的钱 然后呢 我也没把这些钱搁在这个广告平台啊 搁在这个里头去造进 对吧 我就是我本来这个钱是要到广告平台去花嘛 我也没干这个事啊 或者说我干的比较少 我更多的这个钱呢 给补贴对用户了 这个事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对吧 因为你给广告平台把这个钱花了以后 广告平台不会感激你的 对吧 他就觉得你你该该花我这个钱啊 你不花这个钱 你就没有流量啊 这他就这样想的一个问题 但是到这个 叫什么呢 到这个啊 拼得多点就说 哎 我不但获得了流量 用户还喜欢我 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 当然双赢不是说我赢了两次啊 这个中国经常搞双赢是我赢了两次 这个这个啊 太太太精明了啊 这个事是不对的 这是这是拼得多的一个机会 就算他原来没有计划好这件事情 我觉得啊 完全可以给他足够大的启示 而至于其他的啊 你比如说抖音快手 小红书这些做电商直播的这个啊 这个平台是不是可以玩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玩 但是呢啊 会比拼多多上玩的费劲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拼多多的这个算细账的能力 对吧 你说哎 我想在抖音上干这么一件事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花一万个钱去买一个 这个或者八千块钱 你去买一只iPhone 你才能干 对吧 但是你到拼多多上 他就可以来算 哎 我原来就这个有一些规则 就可以来做这个事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账算正了 啊 那你现在来做这个平台里头这个啊 直播看一刀这个事呢 哎 你还是可以干这个事 然后呢 我还可以把一些这个流量的成本也可以折进去 那这个事 他就会变得好玩啊 其他人追赶起来就会费劲一点啊 那其实其他人呢 你不是说完全追不上啊 也还是有机会 就是呢 你要把这套算细账的方式要学会 对吧 我的这个流量啊 不是花钱买的 而是我请用户拉回来的 用户拉回来的这些用户啊 这些流量的这个钱 不是说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揣在自己口袋里的 你还是要跟店家要去跟用户 跟买家去分这笔钱的 你可以揣口袋的一部分 对吧 这个用户来了 这个钱你没花 这个省了五块钱 假设是这样 哎 比如说你在兜里揣两块钱 对吧 剩下三块钱呢 你给用户一块钱 给这个店铺两块钱 那大家都解这个沾了这个喜气了 这个事才能继续往前走 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啊 讲了一下这个 从这个拼多多六万人砍价 这个最后得到手机了 不是没得到 得到手机的这个里头呢 我们用阴谋论的方式 来去探讨一个新的可能性啊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就是直播 砍一刀 或者说直播 重包买手机 就是一人交两个年 然后交到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手机买回来 然后抽一个人 然后他得到其他人没得到 搞这种事情 应该还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玩法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